主播书联播今天我来说 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围绕近期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提到了一组关键词 关于三年多来我国抗疫防疫的历程 会议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极不平凡 而成果如何呢 会议提到的关键词是重大决定性胜利 2022年11月以来 我国有2亿多人得到诊治 近80万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 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的水平 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 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 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而这样的一组数字是令人振奋的 鼓舞人心的 实践也证明我们的措施是有利的 群众是认可的 成效是巨大的 说到当前全国疫情防控的形式 会议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总体向好 如今我们平稳进入 一类遗管常态化防控阶段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全球疫情仍在流行 病毒还在不断的变异 我们要总结经验 完善相关机制和举措 比如要健全疫情监测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 要坚强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还有切实地解决好基层一线能力 药品设备等方面的短板弱项等等 因时因事 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 让我们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而就在昨天 今年的春运正式收官了 在这40天里全社会人员流动量超过47亿人次 而很多网友也感慨 流动的中国回来了 大家出行平稳畅通 货品物流运输有序 交织成一幅流动中国的温暖图景 也正彰显了我们繁荣发展的升级活力